我自己都会在5月11日有个议员议案 这个是一个关于制定一个文化艺术的政策的发展蓝图五年的发展蓝图的议员议案 我刚刚在上个礼拜我和霍启刚议员 我们就邀请了十多位的文化艺术的表演者或者是经营者 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交流都轻轻了成几个钟头 当中每一位的文化表演者都说了他的意见 我们当时就主要谈两件事 一就是谈民体类局的成立之后他对民体类局的期望 第二就是对于疫情之下对他们的影响和如何是可以复苏 为什么是文化艺术呢?其实有几个大的原因 一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都公布了我们香港都可以成立一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其实听了很久了 但是有什么具体实在的事情可以做呢? 我自己很希望和这么多议员探讨一下 第二就是在财政预算案呢?其实今年也公布了很多新的文化艺术的方案 包括接下来搞博览会也都是再一次确认了我们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也都搞科技艺术等等 第三就是在接下来的新一届的政府 以成立民体类局的工作里面呢?究竟民体类局究竟担当什么工作呢? 其实似乎都是一个很大的快可以商量的 第四就是关于西九文化区了 我经常都说西九文化区呢?我不希望西九文化区就是局限在这个西九的地方 其实应该是呢? 再扩展到整个游尖旺 以至到整个所谓的真西九龙区了 其实如果西九文化区也都不是只有那几个大的劇院硬件的 其实在它周边附近不论是文化中心 香港艺术馆 科学馆 我们去到远一点的姚中仪馆 石剑美创业艺术中心 北九龙裁判处 很多很多历史建筑物 再加上我们最近在搞配水库 就是石剑美配水库 就是很多这些文化艺术在社区里面酝酿的 也都不知道是硬件的 譬如有时候人都现在喜欢文青去深水埗那里 喝咖啡打卡 就是很多事情在发生着 究竟这件事可不可以把它拉回来 就是不要拉回来一起去做 透过西九文化区这个龙头 接着大家去带动整个社区活化它 而当中是怎样让住在区里面 首先当然我计划油脂黄深水埗区的市民 他们更加容易地可以感受到文化艺术这种的氛围和气氛 政府就要做了 我自己去年年头的时候 这个也是inspire了我的 女法局当时宣布一个叫西九龙 就是艺文艺西九龙 他们就找了很多在西九龙区里面 做得很特色的酒店 豆腐泡 文武庙 接着就有很多古迹游 它鼓励在区里面的市民去行这些文化艺术区 或者这些活动 接着就开始都说花车巡游也好 希望我们当6月疫情稳定些下来 5、6月 希望7月打后 这些活动可以陆陆续续大量地去做 希望做足一年 但不停地做不停地做 希望让香港市民都感受到 疫情之后 希望稳定之后 我们的气氛 社会气氛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宽约的气氛 我们经常都说和内地的交流 如何是我们和国内的合作 其实其中我的意义 我都会说很多关于大湾区的合作方案 其实我们的大湾区的这么多的城市 其实它对于香港的认识是很深的 其实也有很多的城市是看着香港的 电影、电视、舞台的歌长大的 所以大家都会 可能一想起一些歌 就立刻想起 个个都会唱的 所以其实是很大空间的 但是过去由于真的因为疫情的原因 再加上 可能未有一个很好的渠道 是打通这件事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 很多时候 那些内地的团体来香港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香港可以上去表演的就相对少一点 那我自己很希望日后 《文体女局》 都当中有这个角色 就是怎样可以让到我们香港的表演的团体 可以多一点上去大湾区那里表演 交流、争取演出的机会 那另一方面 其实我自己也很希望 刚才开始也有说到疫情尽快过了之后 我们其实西九文化区 都是一个摇览和一个很大的平台 当时在高铁 放在九龙站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希望可以让到 在内地的一些观众群 都可以随时来到香港 去西九文化区也好 去洪馆看演唱会也好 是这样的 那我自己希望这件事 都尽快政府都把握好 就是《文体女局》成立了之后 旅游事务署 都要准备 有个准备 就是当高铁通过的时候 怎样可以大量做多些海外的宣传 或者内地的宣传 让到在内地的观众 以至到海外的观众 都可以来到香港 欣赏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有一个大的空间 还有这个其实里面 我们也有说过 就是一个产业化的 其实文化艺术 除了是付钱之外 其实香港做产业 也都不太差 我最近也去了看过一个拍卖会 其实原来香港的拍卖品市场 是全世界排第2或第3 刚刚那个拍卖会 说的成交额是达到5亿 所以正正就显示出 其实香港也有它的产业在 我相信我自己的建议 也不只是说政府支持 究竟怎样可以让商界 更加多的参与 让这个市场可以活化 让更加多的生意在这里做得到 去希望宣传文化艺术 这也是我的建议